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擦亮发现美 欣赏美的双眼 这就是我从事美术教育的初心 自四川美院中国画系毕业以后 我在27年的潜心行走中 渐渐铺就了几亿长道 荣古开针的美术教育之路 古人 诗者 所以传道 授业 解惑人 当我带着这质朴的理解 走上讲台时 如何传道 如何授业 如何解惑 何以为师 连着做中学 学中师 师中行的行动主线 我拉开了自己别样的美术教育人生 如果说美术是一种泛在的可思艺术 那美术教育就是一种培养人 感知美 鉴赏美 创造美的审美教育 以美此真 以美处善 在生动形象 鲜明直观的艺术呈现中 展现善良美好的情感 这是美术教育的价值所在 广汉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作为古蜀文明的发源地 文明世界的三星堆古文化 众多的民间文化遗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都是值得我们挖掘的优秀传统文化 身为一名美术教师 我有责任让他们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 所以我的美术课 无论是鉴赏课还是技法课 都离不开广汉 都离不开这块文化的热土 我的每届学生 我都会花一节课的时间 介绍广汉名称的优朗 三星堆文明 还有我们许多引以为傲的广汉传统文化 我们知道什么是官城 学生会在一片赞叹声中 牢牢记住自己故乡的古蜀文明 记住这片土地上的众多文化符号 并传承下去 一清赤城 杭义海 几度曲折到盆来 这是我的艺术齐茫恩师 王龙兴老师 在2013年 我的个人作品集里 赠予我的一句话 一切成绩 都将成为永恒乐记 唯一不变的 是热爱美术创作 热爱美术教育的初识 我将沿着这条道路 砥砺前行 我相信 不管路途是遥远曲折 还是艰辛卡阔 只要心中有这盏明灯 终将到达艺术的盘来先进 崗子 晗子 落entl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